好 接下來看這一張的照片 有人知道這個地方是在哪裡嗎 這看起來很熟悉 應該是不是在法國的盛米穴堡呢 好 這是周杰倫睽違了6年的新專輯 最偉大的作品 原本預計的數位專輯是在15號 就在今天凌晨的0點要正式的推出 實體的專題也會同步的發行 但沒想到在昨天晚上 捷威爾音樂突然宣布了 因為國際平台紐西蘭地區 因為時間上的誤差導致了新專輯音樂 因擋了提前曝光 為了保障所有預購數位專輯歌迷的權益 所以決定了協調數專平台 即刻就把所有的歌曲全都上線 等於是說提早的3個小時 這個消息傳來之後幾位突然 但是很多的歌迷開心到幾乎暴動了 經常在社群平台都可以看到 楊成林在分享他的美甲 偏好簡約的風格 每一次的分享照片呢 都引起很多網友的關注跟分享 而這一回呢 他大修他手足的極光層美甲 再次的掀起大家的討論 網友說以後可不可以多分享一些美甲呢 真的很想跟楊成林一樣 做同樣的這樣的 這樣的款式 不過呢還有網友發現說 楊成林的腳趾有一點外翻 本尊也回應了 他說是的非常的嚴重 因為是職業病 小時候還不是這個樣子 長到之後就慢慢的腳趾外翻了呢 所以網友心疼的喊話 如果非必要的話 最好就不要穿高跟鞋了 好 許維恩在14號也突然動怒 他說有許多不良的廠商 一直用他的肖像名義做宣傳 根本就是在詐騙消費者的行為 以往呢他都只是留言 警告對方不要這樣做 但是長久下來 他意識到了 單純留言警告的效果並不好 所以許維恩呢決定要硬起來 他說如果對方不下架影片 或者是道歉一定會提告 而看到有網友還反過來罵他 不要做壞榜樣 許維恩呢在留言區還說 沒有經過別人 沒有經過這個本人的同意 拿別人的肖像去盜用 或者是用名義去招商 這就是不對了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有種比較大的一種這個物化器 大的物化器呢 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這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物化器 怎麼買呢 來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輸入CTI285